臺灣深信障礙者自立生活聯盟理事長林軍傑 日前從日本納法機場達成樂陶航空返臺 雖然經過事前申請 卻在登機之前被電動輪椅 並非目視電池遭拒 日本國土交通省則表示 電池有起火之餘 為日本航空法禁止運送危險物品 不過會進行事實查證 是否有違反深仗者歧視消除法 電動輪椅上還掛著樂陶航空的 拖運吊牌 臺灣深信障礙者自立生活聯盟理事長林軍傑 月初到日本參加研討會 反乘搭樂陶航空 當下減負電動輪椅資訊 也順利通過安檢 來到登機門口 卻突然被地勤告知 因無法目視輪椅電池 因此不能登機也無法拖運 就這樣眼睜睜看著飛機飛走 就突然跟我們講說 經過他們的討論 我的狀況還是沒辦法讓我搭乘 林軍傑表示 出發前早就把電動輪椅 與電池資訊都提供給樂陶航空 檢視航空公司並未回覆拒絕載運 而他過去到訪十幾個國家 到日本也超過十次 從沒有被拒絕登機 這起事件也引起日本媒體關注 樂陶航空恢復日媒 會確保飛安 公司規範 除減負文件外 還必須直接目視電池 但對造成旅客感覺被歧視 感到抱歉 日本國土交通省回應 會了解個案是否違反 生障者歧視消除法 旅遊業者表示 對於電動輪椅上飛機 各家航空公司規定不同 而根據台灣民航局搭機提醒 各航空公司因機種不同 有不同的安全規定 建議旅客與定位前 宇航公司取得聯繫 而使用電動輪椅旅客 應須辦理輪椅托運 使用電池需拆卸或絕緣 可能需要耗費時間 建議可提早報道 針對這起事件 台日聲障團體 已經一起向日本國土交通省 旅遊部提出陳情 希望樂陶航空可以改善 記者旋間台報導 沈航空公司規定 策略 的